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理物拉解题13 长整数相加 这里有100个长整数 每一个整数都长达50位数 要求出这100个数字总和的前10位数字 这个问题我们将要分成三个练习来回答 第一个我们要把数字读进到我们的串列中 然后在串列中把数字相加 最后再找出前10个数字 100个长数直接就把档案下载下来 请到惠君老师的网页 在这里按滑鼠右键 我们另存连结为 记得这个number3这个档名先不要改 那看你存在哪边 老师建议你就直接存在你写程式的位置 跟你的程式摆在一起 现在我们来写程式 怎么样把刚才那个档案给读进来呢 因为我这个程式码我用到一些中文的注解 所以我加了这一句话 我先设定一个numbers 它是一个空的串列 我准备来接收我读进来一行一行的数字 接着是把档案读取进来 我们下一个指令 file等于open什么什么档名 这个第一是老师刚才存档的路径 如果档案和你的程式放在一起的话 那就不要这个路径 也许你放在别的地方 请把路径加清楚 老师是给你建议的 最好是把这个资料档 跟你的程式放在一起 最后这个r是读取的意思 现在我们要真正的来读取这个档案 写一个回圈 for line in file read the lines 也就是说我用line这个变数 在档案numbers3 一行一行读进来的过程 每读一行进来 就把它的头尾有空白键都把它给去掉 让它只剩下整整50个数字 去掉之后呢 再把它放到我准备好的这个空串列numbers 用append的方法加进来 而且我加进来的时候呢 顺便把它转成整数 这样就是一个50位数字长的整数 当档案读取完毕的时候 最后我们要有一个好习惯 随手就把这个file给close掉 免得这个档案在系统中是开启的 既然都读好了 我总要把它列印出来看看吧 我们就print 把numbers把它给列印出来 它打开之后是长成这样子 我读进来的是100个数字 每一个数字长达50位数 连续100个 请同学按下暂停键 练习把档案读进你的程式里面 练习2将串列中的数字相加 假设有一个数字n 它是一个串列 里面我放了10个数字 在python中提供一个很简便的方法 求这个串列数字的总和 那就是指令sum 那就是指令sum 我在sum里面放入这个n 这样一执行就得到55 请同学试试看 练习3 练习3找出长整数的前10个数字 我假设有一个长整数叫做number 怎么样找出它前面10个数字呢 它如果是一个50位数的话 你可以把它除以10的40次方 把后面通通把它除掉 得到这个3就是这样子 你希望是这样子 真的吗 同学你可以写一个回圈试试看 那怎么样找出前面10个字呢 我先把它变成文字串 我让一个n等于string 把number放进来 n就变成了文字串 接着把这个n给列印出来 如果我印出n 当然就是全部都印出来了 现在我只要前面10个字 那就把这个字串 找出它的第0个到第9个 一共10 这10个就是我们要的 现在请同学练习 接着把练习123综合整理一下 完成我们的最后目标